前两天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阿法罗密欧车队发了一封邮件 大概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接下来的美国大奖赛期间见一面周冠宇 本来我也是没有抱什么太大希望 结果今天阿罗真的回复了我的邮件 答应了我见周冠宇的请求 并且邀请我去参观车队的围场 这真的是让我非常激动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所以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近距离接触一下 阿法罗密欧F1车队和中国第一位F1赛车手周冠宇 这次我打算从家开车到德克萨斯的奥斯汀 全程需要16个小时还是非常远的一个路程 不过美国南部的一些州我还没有去过 正好这次旅途上也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 好了我们先出发 开了两天的车啊 我们终于抵达了位于奥斯丁的美洲赛道 大家看到就在我的身后 今天呢是周五练习赛 也是我之前和车队商量好见周冠宇的日子 所以呢我也是订了一张离围场最近的停车票 就是这个LOT A的停车券 那么这样的一张停车票呢 在周五的单日就要200多美金的一个价格 在周六周日一定会更贵 当然了这个停车位置能让我少走很多路 我觉得还是相当值得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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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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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今天今天是好吗 那是好 我们只是车队了 16时间 去到来 那是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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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你已经成功了 是的 我非常感兴趣 很长的路 这是第一次到达了 是吗 对 11.20 我给你做了短片和周六周 11.20 对 只要在几分钟 对 好 哇 酷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进来的这个VIP票啊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好看的 本来想留坐收藏的 不过车队工作人员告诉我之后要收回 还是有点可惜的 现在我就坐在这等待周冠宇过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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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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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好 好 我之前就是给阿罗发了一个邮件 就是说我有一个IP的梦想 然后他们真的就答应我出去过来看 对所以还是 第一次来吗 还是 对我第一次来美国大人赛 saved 今天去过两次上海 然后也是第一次在国外看个比赛 也因为你是第一年吗 我就真的很激动 应该 对他们跟我说 就是有一个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大家应该很期待你明年或者后年有机会回上海 因为每天上海站就是在赛律里面 希望疫情什么的能好一点 然后就可以回去比赛 我看到你这场比赛的头盔也很漂亮 也是特质头盔 头盔一般都是我自己设计的门 然后都是一些 比如说哪一天突然有个灵感 我就把你醒了下来 然后就会发给转发的很多人 然后我带了一个礼物给你 因为是我其实是一个摄影师 然后就是想送你一个小的拍例给 然后希望你记录生活中 或者说职业生涯里面一些精彩的顺序 对 其实我还是带礼物给伯塔斯了 但我不许可能看不到他 我到时候让什么工作人员讲 对 这个人真的很帅 我觉得这个人比照片俗看的 照片俗感的摄影师拍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看那些杂志什么的给你拍都很漂亮 然后你的衣服啊 装造都很漂亮 他们这里主要拍车 而且这次你也穿上这个新的这个 可是新的特别的 这是个橄榄球的这种设计感觉 我还是这里的棒是橄榄球的橄榄球 这蛮好看的 蛮好的 这样太激动了 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平均 你要拍照吗 好啊好啊 那我们 让他们拍后这 好好好 刚刚找小周给我的几张车手卡也签了名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他在巴林站的C42赛车 这个是他的一个半身像 92-99编的 还有四张呢就是这个不带编的普通版的 都让他签上名字了 给大家看一看平时比诺托在这昏厥的位置啊 给大家看一看平时比诺托在这昏厥的位置啊 这个出风口跟奔驰车上是一样的 很有意思 小小小 L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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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